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来到今个星期的SUN TALK 各位在看节目的观众可能见到一条题会 下一刻 不用担心 只不过今天是一个特别版 既然来到SUN TALK 我们今年之内或者短期之内的最后一集 当然请出我们很有Chemical的组合 同学很合得来 也有观众很喜爱 但我都要想 难得短期之内的最后一集 也是今年的最后一集 应该要有一些特别的彩蛋送给大家 所以我们今集的这个组合 大家用一个从来没有在财经节目上 现身的一个造型和大家见面 欢迎JD 你好 大家好 Dennis和James 大家看到是不是都很震惊 他们两个见到一个萤幕的时候都很震惊 是否没试过 看到自己以这样的造型 是跟看着港股的观众去见面 例如一切任何一个平台有这样的节目 有时穿过这样的衣服 旁边那位住刚刚毕业的样子 James很少这样穿 所以我很好奇 因为我们原先这个彩蛋特别版的想法 是由James提出的 为什么你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真的很多观众都跟我说过 是没有见过你不是穿 就是平时的材质造型 是高纸造型 Dennis也是说有观众跟你说过 有啊 我的学生都说 有没有见过James 穿些casualwear是怎样的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为什么要我们放假 现在暂时take a break 这个节目都take a break 是的 我和Dennis很想放假 暂时应该走不走 穿件衣服震一下 很有心思 我突然听到你这个想法 你又说得很对 因为我也是想跟观众说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消息 常常很震惊问我 你是不是不会再出现了 或者什么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港股 嘉宾甚至主持 都很需要take a break 可以先问一下Dennis的意见 因为有时候你看着一个熊市 主要是 其实今次的熊市 我觉得和以往 大家见过的熊市 都挺不同 大家的阵痛期拖到很长 即是会磨灭了大家的意志 如果大家不久不久 就像James所说 take a break 其实真的不知如何应对 你作为基金经理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 是的 因为今次最重要是时间性 时间性很长 即是如果你再看统计的话 我这次出现了最后一集 我反过来 但希望可以更多的资讯 短期内未必可以见到大家 其实港股今次经历熊市 是时间上和跌幅上 已经是很长的了 即是我们有个图 好像在四十多版 在四十八 这个是以往港股熊市的跌幅 如果平均计 其实二十个月左右 差不多十几个月左右都有的 最长最长 其实就是二千年的时候 三十七个月 其实现在我们走出来 大概二十一个月了 已经不经不觉地 跌幅大概四十七到四十八个百分比 即加上今天 今天叫反弹 以跌幅来说 我觉得是有可能 反而再多一点点的原因 就是我们现在的信心未够 以及我们面对的事情 是比以往更加强的 即更加凄惨的 但反过来 其实每一次都是 即是你每一次熊市 或者每一次你在经历熊市的时候 你面对的事情 你都觉得非常之凄惨 或者已经没有希望 但是我想讲远一点点就是 我们都是不应该绝望 即可能你在港股方面 你花太多时间的话 反而未必是好事 即我 我很记得我们JD 其实第一次 我们搞JD课程的时候 是 就是01年大周期 即是 我说了一个 我们经历了一个金融的高峰 是大公司 是的 不论港股 甚至乎美股 或者美国的经济实力 都处于一个百年高位 一个很危险的位置 那是一个这么大纪念的时候 其实不是真的一年半左右 是可以解决到的 即大家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但是 去到今年 我们就一直 就说第三季到 其实上次我也有说的 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季度 就是美国的 选择的周期 大概十月左右 就已经是最好的八个月 那这些视频就可以 转头卡上去 都是在前面那段 我和James都说 应该十月左右 就有一个反弹周期 十月左右 但是我们上一次 因为这次要好一点 慢一点 因为我十月头又上来了 我那时候也和大家 较好一点 我们进入了一个反弹周期 就是 那时候刚好在经历英国的国债爆破 大家在担心 养老基金都有机会 但是我们就提出了 如果 虽然那时候的市场 是 sentiment好差 sorry 但是如果是去到 国家级爆破 沽下去 你就不要看什么sentiment 或者大家散户 因为他们会斩博下去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 就是做对冲 就是可能用小样的东西 去沽一些英国债券 甚至英镑 用一些boot 但是就买一堆的股票 去看反好 而就是为了拼我们说的QV之后 有机会来一个反弹 甚至乎十月中来一个反弹 就在那个位置我们做了 但是做了很少量的东西 来做一个boot 其实做boot那部分 你是要预了输 你英国的国债其实没事 然后倒转英镑也没事 这种方法 我觉得接下来 大家都应该要学的 就是你找到个风眼位 是变成 你去做对冲 而我说的是 你是不去投资 就是我放弃了 不要搞了 因为很多人现在是这样的 其实我明白了 就是见到很多人 就算了 不如就不要玩了 但是不要玩 其实我当下年通证跌下来 其实怎么都有4-6% 我觉得 你可能做美金 可能做了4厘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你不 stay invest 你不做任何东西 其实都可能跑出工厂 而且不是去到这一刻 我们叫跌了那么多 而且无论时间 或者幅度上 都跌了一个水平之下 我们来放弃 我情愿是见到一些问题 譬如可能现在意大利的国债 或者可能日本的央行 或者是YC的Yield Curve 这个问题 甚至乎香港可能内放 可能再扩大 那你去避开那些位 或者你去那些位做对冲 但是就不要放弃了 果然是一个很正向的基金经历 因为我想说 我们节目开之前 你和James也有说 我说真的 需要take a break 就是有时候我们每一天 就是不单止是嘉宾的 主持们都是这样的 你想想我一天要跑几个节目 为什么会萌生一个要优越期的想法 就是因为见到什么事 你每一天还要做几个节目 去猜究究竟行资的底在哪 我经常在想 其实意义是不是真的还这么大 你想想 刚刚开始跌的时候 大家在2万点上 在1万5的时候 大家应该觉得很瘋 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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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最新是1万2千2 现在最尽去到哪 开始市场 我觉得越来越多声音 在说海啸底 就是2008年当时的10676 James如果你看到大家这样 越猜越低 你的想法是什么 都不仅是我 Dennis算是很正面的 很正灵量的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个事 是要的 就是我们 我自己本身 我觉得我应对压力 可能也算是OK的 但是这一段时间 公司有很多东西 然后每天看市场 这样跌白 其实那个心情都 真的都挺 就是有一种压迫感 就是觉得 呼吸不到气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里就很佩服Dennis 他是自己一个基金 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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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我们觉得今年的表现是很好 就是如果 他应该压力其实更大 是啊 他压力更大 但是真的粗道 今年我们的表现真的粗道 但是 我自己本身有一些 做开投资的朋友 可能可能 美国那边到原书回来 一起就做research 之前都搞过一些 research的一些社研公司 那样 那现在大家分开在不同公司做事 星期五就跟他去吃个饭 大家聊一下 就是他的小孩 现在就要升中了 很快 他那个小孩生黑 那他问我怎么学英文 就是我小时候怎么学英文 但是你才是在外国的嘛 是啊 那我都跟他说 都是那个语境 就是语言环境 很重要 都没什么特别的 很教的 主要都是交流 在这一段时间 是这样的 一个心动历程是怎样的 这个朋友都在我印象之中 那个智商就很高的 很早就开始玩API 开始玩程式交易 就是他会自己去 去测试一些因素 然后将他觉得重要的因素 写到一个框上 然后用框去做simulation 然后再试 可以不可以 因为他和看的东西 我们也有一个比较 算是 共识的一个框架 就是我们可能看的 都是那些 只不过可能 看谁的资讯 更加及时一点 但是就算这么聪明的 一个 我都觉得挺尊重的一个朋友 星期五跟我说 哎呀 港股真的不要玩 我现在在看马 哈哈哈哈 无毒有偶 我这陣子也是太多马 大家已经开始去 你这陣子有点似的马场 不是啊 想将那个财能的思维 不要浪费了它 就是你看着一个 好像得问无所用的港股 不如就转去另一个市场 是不是这样想呢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一个新闻就是 好像是十几年前 有两个外套 在香港搞借基金 专门就是投马的 他们都是用factor investor 他将可能 原本五十几个 七十几个factor 然后慢慢缩 缩到十几个factor 然后用这个factor 自己去转 其实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Excel 转完之后 就去投注 当然中间 后面 有多少故事 我们就不知道了 就是turn out 这两个最后抹面 抹面之后呢 就是去争 他们那个 program trade 那个龟属 究竟归谁 但是在这个抹面的过程之中 他们会上庭 上庭之后 就爆了一个新闻出来 就是帮他们两个 这个program去下注的 那个人 因为这段时间 那段时间帮他们下注 手上已经拿着七层楼 所以我们一向就知道 当然马后面有很多人为的因素 根本就控制不了 但是你只是用一个probability的程序去看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复和游戏 就是马会怎么都抽到8% 那你赢的就是人家输的 那股票和option都不同的 option就是零和游戏 那股票都可能是正和 可能是复和 要升一起升 要跌一起跌 只不过股票和马像之间 我想各个分别就是 所影响股的外部的因素 可以是无限的 但是马的话 你可能影响它的因素 可能只有十几个 真的可能用倍率和赢可以计算出来 不过当然我也是看下的 就是有人说 我帮一些提示给你 我跟着买一半输一半赢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 都是这么说 有一些浸淫了这个市场之中 都十几年的一些 我觉得都挺醒悟的人 应该是 都觉得这段时间根本上就 就是不关股市 都不关基本因素事 就是外部大环境影响下去 其实都看得不太清楚 究竟发展的方向是怎样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去估 我跟你说底在哪里 9000点 其实那个意义 真的像你所说的 不是特别大 然后我跟你说 明年一定升 我真的看不太好 现在升的动力会在哪里 好像占卜 占卜时间点出来 但是因素是怎么摊出来 大家摊不到 因为如果摊到现在 就不用那么卑或者那么静 是的 因为我想市场上面最不喜欢的 就是不确定性的 虽然你说二十大 完了之后 不确定性是少了 但是未来发展的路线图 好像突然之间 多了不同的多重宇宙 可以去发展 大家都不知道究竟哪一条路 就是真真正正的这个 整个经济或者市场 会走的那个方向 所以这个我想 就是对投资者去评估一个市场 接不去投资的时候 那个信心的打击 始终都是有的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 如果之前我们还是拿不确定性 当是其中一个因素 现在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 影响着的那个范畴 和深远度就会大很多 这个就很难去量化 而且是很不透明的 你基本上又不会知道 它发生什么事 那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美股仍然可以 美股那边当然 如果你去看一些 Long Short Equity 或者看一些Head Fund 对一些FAAMG 那些正常仓的铺牌 你就知道 就算去夹美股 都未必去夹FAAMG 那几只 因为各正常仓的比例 已经差不多是十年以来最低 但是同时间 你看到一些Call Option 有很多 Call Option to Open Interest 的比例 又差不多是十年以来最高 你再看上个星期五 哇 单日波幅这么大 NASDAQ可以由-2.5% 变了可以升3% 单日波幅可能由5% 流上 你看到这些选择 全部都是一个Experation Day 是0至1天的 人家都是全部和你博短线 当然如果你看到加码 你会看到 好像越来越多的人 会对一个概念 开始接受 这个概念就是 FAT可能有一个 小型的Pivot 小型的转向 叫Mini Pivot 这个是不反对的 如果你看回 刚才Dennis说的 季节目的 选举周期 中期选举周期 总统周期的第二年 再加上第四季的周期 你都会看到周期 只是告诉你 10至11月 也是我们为什么 那时候 10至11月会有一个升幅 但是这个季节目 都要分 三个不同的季节目的情况 一个是平均的 就是可能用百多年的数据去计 另外一个是只牛市 第三个只只熊市 如果是平均去计 季节目的确 会在第三季一路升 升到第四季米 升势就比较平均 如果是牛市 第四季头到第四季尾 加上圣诞佬人的Rally 是升得更多 飙升上去的 但是我们现在在熊市 如果用熊市去计 那个季节目的 10月到11月都会升 只不过升到去11月头 雙巡的时候 差不多就见底 接着去到11月到12月 那时候 就可能是插插底 如果我们将这个 熊市的季节目 再配合2008年 那时候NASDAQ是怎么走 你就看到其实可能 会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如果我们用那个08年 一直跌到2009年4月 那条线去看 就是我们之前也和大家说过 今年的NASDAQ 其实是很配合的 除了一些很小的波幅 配合不到的话 大的方向 基本上每个月 转折的方向是一致的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去将那个 我们刚才所说的 熊市的季节目 配合到2008年 那条线 你都见到 这两个 10月份 这两条线所显示的 10月份 至11月份的升幅 都应该是在11月 上旬左右 就见到的顶 那这个顶又刚好 配合到什么呢 就是CPI公布 和FED 会开始有一个议息会议 决定 会讲多些东西出来 给大家听 那现在的75%的加息 就定了 了 12月的话 75%加息的 机会率都开始涨 原本20% 现在涨到40% 那我想 有人在猜減慢了 12月之后 这个我觉得 始终都是问一些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想想 我们平时教科书里面所学的 你要把通胀按下去 你的息口又去到哪里 你要去到差不多 这个通胀流上 1至1.5% 那我们现在加极 加极 我当下年3月份 真的加到5厘了 那但是 它现在的线线 都还在8厘 8厘 8厘头 如果你计算 Rio的话 你计算 Core的话 可能好些 那但是 都是高 现在的息口 那如果你计算 全球范围来计算的话 全部央行的 Policy rate 就是政策利率 计算 减去的通胀 现在都还是负数 所以我觉得 mini pivot 有可能 一个短期的 迷理型的FED的转向 但是你叫FED 真的说 停了不动了 现在就是这个进头 我觉得 这个机会也是好味 下年应该都 其他手法呢? 就好像耶伦出来说 我反过来 我买回美国国债 这个也是 为什么这段时间 市场可以起的一个原因 因为 因为它说 它要做一些 Yield curve 的manipulation 不是Yield curve 的management 其实就是 持有长债 沽短债 所以你看到 其实整条Yield curve 在这个星期的表现 Yield全部都是跌的 价全部都是升的 都是好消息 但是这个 其实和FED 那边也是 有少少抵触的 又变回英国 英国的财政部 和Bill E 之间的 上个月那种争拗 我觉得 又是不可以说 持续得非常久的 所以这些方向 每个国家都好像想这样做 你看到日本也是 英国也是 所以说到因素 我也是想问Dennis 因为刚才 我觉得James 说得很好的一件事 就是突然间 拿了倒霉来比喻的分别 就是可能 就算有外在因素影响 但是可控的 就算十多二十个都可能是多 但是股市变成了一个无限的 随时是 还有是你意上不到的 我觉得今年大家经历这个熊市 正正发生了这件事 就是有很多 你完全猜不到的因素爆发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回到年初 或者去年大家的思维 觉得现在社会很进步 文明很发达 不会有什么第三次大战 就是打仗这些很少有 谁知道真的有一个俄湾战争出来 而说到通常我想说 就算是刚刚的星期间 最新的俄湾战争引发的 连粮食危机大家现在又害怕 因为俄罗斯最新又要禁止 乌克兰相关关于出口的协议 因为乌克兰是小物主要的出口国 就是你延伸这些可能是很政治上的问题 但是其实代表着后面是什么呢 延续下去就是通胀很大程度 全球的问题是未必可以舒缓得到的 那连大就变成了一些加息 就是经济方面的影响 Dennis 你又怎样看呢 通胀顶就我觉得是健康的 有机会 但是问题是 好像刚才施城说 很难去跌回低水平 你渴望下年去到2-3% 其实是难的 但是因为很多时候 联储局他们或者外国的数据 就会用按年比较 当我们的基数上去的时候 下年其实有个取口位 就是相对上的基数就会低了 你再多一年就会慢慢下下去 是 受了你的筆都不下 当初联储局就是一晚这么滑 就是transitionary 就是过度性 就是希望用这东西拉长下去 但是谁知道失败了 是的 但是谁知道爆得太夸张 甚至乎你看意大利的PPI 上到50%以上 就是生产成本贵了5成以上 那你的通胀 就是连制造也这么贵 你的物价不可能不上升 你欧洲那边就更加严重 美国要相对上控制到 然后加上这些数据之下 可能令到他们容易控制到的情况 其实虽然我预备了很多 但是刚才James已经跳了很多个 而且他真的有说到 我刚才出的时候也发现 我没有预备少了 因为不够了 果然你最了解 弄了很多出来 到08年的图 其实一直都说我们非常相似08年的 即接近 如果你回到出来 correlation分钟到90%以上 那去到现在的位置 就是08年反弹的位置会不会再下 而会不会再下 这就去到一个真的黑天落的位置 因为好像刚才你说 会不会第三次大战 然后第四次呢 真是现在你看到局势 蛾乌好像打来打去都没有停 其实我上次来 其实我觉得接近微星 谁知道暂时还是未 但是接近微星之后 会不会有其他更多的局面呢 就是好像今次20大之后 不断地强 海海都有说 是的 不断地说安全 然后美国有个法案接触到 民主力和共和党 共同去赞成一个法案 其实都是说台湾那方面 台海那方面 那方面好像是12月底的 如果去到那时的时候 局面又可能再紧张一点了 真的似乎大家的国家 是不想太过安宁 在战争上面 其实对美国来说 这些战事局动荡的话 其实反而是喜欢到他们的国家 就是好像今次的俄污战争 其实很多人觉得赢家 其实是美港 他都伤 但是问题是 你们全部都伤到贴地 他没有那么伤之下 他就可以多很多空间 多很多事情去做 那现在我们像不像08年 就是去到 会不会出现金融海嘯的情况 如果不会的话 其实你看回美国的数字 就真的不是太差 如果正常recession 我可以去第十页的PowerPoint 之前也有说过 当全世界 我觉得现在有几样东西 的共识了 市场上 其中一样就是 下年出现recession 其实连最后最后 十年期间三个月都到挂了 基本上出现了的时候 再加上失业率是偏低 是数据上已经100% 下年一定会recession 而市场预期 这个图 其实黄色下面的线 就是90%多 都期望了市场会出现recession 但是上面的图 就是S&P 那个指数 你会看到 highlight了黄色的那些 90%多 你对上图的话 其实倒是S&P的第一步 真的 当不出现黑天鹅 或者第四季的世界大战 其实现在可能真的 是一个买入点的 我想说 更加不要悲 就是 其实香港那边我也想介绍 大家可能看一下 一些其他书 就是我们 刚才James说很乐观 就是我们做trader 或者做基金经理 要很控制自己的情绪 有时会看情绪书 有本叫高情商的刻意连战 是 就是 不怪Dennis那么乐观 原来他每天看这些书 都会 有时去书局都会看心灵书 来不来 平衡一下自己 它是教你去控制一些 你可以控制到的东西 其中一个点 就是很适合在港股上面 就是当一些你控制不到的东西 你就不要花时间下去 或者不要花太多时间下去 嗯 现在刚才我们形容的港股 或者中港市场 有些少少我一直以来 都是觉得 就是越来越接近 在这个状态 因为当你全个心情或者投入 或者你花很多时间去一些研究 你最后都找不到结果 找不到答案的东西 你个人是会很负面情绪 就是港股我不是叫你不看 但问题是你 看得太深入 看得太深入 反而你发现 原来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你是会影响其他的表现 就是我们今年表现好一点 其实有时我就是 去到港股有些人说 我算了 我说我不会看 就是好像 其实我当时上节目 承认自己的软弱 是的 就不要搞那么多距离就可以了 是吗 就是好像之前我说 万六如果计Z-Squad 其实有机会 就是那时候一万七千多 是 我说万六都应该有机会见到 但是再下去 其实我已经想不到 不知道怎么看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看 就是好像 几个月之前 大家问中港市场 就是我说到没话好说 等二十大 其实我老实说 我想不止我一个 很多都是给个时间 因为都不知道怎么说 你要等二十大出来 就是给个时间 找一个希望 找一个目标也好 但是我们上次 其实都有提过 或者二十大之后 你都起码等到 下年二至三月 所有人坐定 你的政策才可以更加走出来 但是你说 是不是真的好差好差 不一定的 如果一间公司 一个人 他说了事 好像George Musk那样 这种政策的时候 可以好的时候 可以很好 不好的时候 可以走过方向 可以好差 但是你没有人知道 那现在我们 起码五只手指数不下 坏的因素都出来了 那只要 随时有些转好 反弹是不奇怪的 先叫大家 保持着一个乐均的心态 甚至乎 为什么我们喜欢美股 就是美股相对上的数据 或者政党走出来的东西 是能控制到的 那变得我们会花时间 就像我们之前一路说 大截我们不是很少 像刚才James说的 FANG 甚至资金都有一段投出 那我们就拿那些来对冲 可能去估计 但是反过来 一路第三季开始 我们就增持一些 高货币 即甚至Netflix 其实也是一种 你看它的表现 慢慢就已经很烦 甚至乎 连TDOC那类型的增长股 当个业绩好一点 你看到市场这次很偏心的 其实苹果的业绩不算很差 坦白说 就是最后数据 一开始就低开 虽然最后那天反弹就升上来 但是你再看其他 即是Amazon Google 如果你计算外汇损失之下 Richest市场上也是反映了 因为大部分数据 你看回Bundberg 基本上大家管理层 都预计这次美元的升值 会令到他们的外汇损失 他们出来的业绩不算很差 但是他们一跌 是说10%以上 比是洗創式跌 整万亿市值 但是反而这些增长股 只是有少少的改善 它反而是升了十几二十个百分比 这个就是 为什么港股是这么不可控 全球的问题 就是多地的市场会一起经历 经济 我们刚才说的通胀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 因为港股多一样 就是内地方面 我们刚才说到 因为我们那时候等二十大 大家想不到 等二十大是来的 不是的 希望是有一天的急策 所以还有人民币的弱 还有就是内地经济 大家觉得疫后迟迟 都未能够踏入复苏的部分 其实上个月 製造业PMI最新出来 又差过预期 另一方面 内地债务危机 由去年竟然谈到 今天还未有一些缓和的迹象 是不是源于内地 给到港股的压力 这方面 其实是多大呢 令到港股的股压 这种压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 你看到上星期一 上星期二 一直到星期四左右 都保持着外资 是疯狂地要钱不要货的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估计最出名的就是 茅台 700 3690 然后到星期三 星期三打货的时候 你见到外资 差不多 我想他们要清的盘 可能都清得七七八八 那应该就开始 不是那些迹象在沽 而是那些迹象在沽 或者是那些迹象在沽 那我们自己就看 你沽也是有原因的 那你沽茅台 为什么呢 最大那一只白马股 突然之间是给北向的资金 就是用北向的渠道 将它全部清仓呢 那你可以看回 现在现有的可能的 上任的国家总理的人选 他在江苏省的 做省委书记的时候 他都出了一条禁走令 那这个都有可能是 为什么人们就觉得 这次的走股没有什么行的 那就先固定走股 那我们自己看 整个港股这边 都受制于这个 中国大环境的这个因素 其实都很长一段时间 还有很久都不会怎么去脱离的了 你说中间会有什么改善 我觉得短时间之内 可能可以期待得到 都不多 因为你看到上个星期 跌了一跌之后 好像是星期二 还是星期三 一行两会有出来说话 那你一强都再有出来说话 只不过 现在的内阁的政府 譬如说总理所看的国务院 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看守政府 你去到明年的二月至三月两会之后 有一届新的政府选出来 那这个现任政府的 他的责任就可以告终 但是在看守政府期间 你所提出的一些政綱政见 或者是对市场的一些意见 我想可以起到的回响 就真的不是说好像之前那么强 所以如果是短时间之内 你真的想通过国务院层面 有些什么的经济政策 或者是市场刺激的政策 出到来 可以令到市场突然之间 的观感大幅改观 我觉得这个机会都是微的 但是当然如果你只是看经济数据的话 我又不觉得差得不较习 主要都是沽个感觉 因为你六月份是好的 七月份极差 八月九月其实都改善了 你按于按年 其实你看过识各样的信用数据 以及民间销售数据 都是好做的 但是只不过市场人 现在就不看这个东西了 也是为什么 一个比较大的 难以量化的不确定因素 变成了overhand之后 其他比较小小的 小小的那些 小小的那些 经济相关的因素 其实就没太多人 再去将它价值 这个又是一个难玩的地方 Gannis会不会觉得 在操本上 你说不可控的因素 其实内地是源于其中一个 其实作为投资者的角度 怎样可以去 在自己的组合内 你说不要纯粹不远离 即不要只是远离 不碰它就算了 只不过是着密点 不要太多 怎样部署呢 怎样做呢 我认为注码 特别是散户 即是你不要投入太多 即是就已经OK 纯粹短线 因为我发觉 在这个熊市当中 这两个月 大家通常问的 都真是一些 相当即市 相当短市的一个部署 但其实风险性 相对都挺大的 那就真是有点开大小 好像要慢慢的 是的 因为你即市 最惨的其实是港股 我一直最大的问题 是成交 那个流动性 这一件事是令外资 更加不够胆来的原因 就是我进来 你是跌到15000点 那天才有16000亿 即是16000亿 我们那时候 就是早两年 是说了3000亿流涨 你想一下我进来买完 我又要走的话 我就说 为什么我们港股相对上 如果炒断 我们多数用期指 或者期权 这些指数奇幅 因为出入容易 买个股是要 你会进来又要走 又有个百分比的话 其实是有个难度 最重要的是 有些外资就是 怕进来 那些钱就不回 真的 他们的观感上 是有一个情况 其实都可以告诉大家 第50页 如果以估值来的理计 香港 看到它是巴基斯坦 果然是一个正向基金经理 我们现在是 如果用PB 全球是 全球比巴基斯坦更便宜 PB真的很惨 对 你看这个是跟Asia Pacific 尖住那个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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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住那个KSE 就是巴基斯坦 如果PB 其实我们更便宜 某些资产 当然 PB 你可以说是看 net access value 如果我们的楼 所有租 全部都跌的话 都有机会再跌 但是 以历史上数据 和整个观感上 我们是很吸引 现在人们的钱不够胆进来 最重点是信心问题 变成我猜不到的原因 就是我不知道 如果再下去可以看到 但是企业呢 我应该有拿出来 就是北水的佔比 上了一点 应该是42页 如果以高盛刚刚出了报告 其实现在外资还有1 trillion左右 Chinese equity 那他们是不断地走 你一直滑下去 那些企业都是在说这件事情 那他们要走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还是会不会 刚才说的局势再升级的时候 MSCR是miss了China 就是kick out了China 那你那个flow就会再下去 就是你落到其实 第44页 你看到由2020年开始 一直滑下去 已经滑了112 billion的钱 就是灰色的线 一直这样滑下去 它已经要走到一个非常低点 但是又是回到刚才的问题 又没有黑天鹅 没有黑天鹅 没有黑天鹅的话 其实它应该会反弹 所以刚才的物质怎么操作呢 就是你有一个 你觉得不会伤到新的注码 现在你要玩长线 你要倒到新街的话 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你是控制不了 但是有些人真的喜欢这样做 就是少了 就是如果你是升到这么上 升到这么上下 那些人就说消息出来之后 就见到新闻说有人去按层楼出来 然后炒股 通常就是现金 就是差不多 过去几次都是 但是在底下 有好少许全身家放在外 以平均数来说 其实一定不多 甚至乎现在觉得 美股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今次完全是没有共同的问题 你看回大家的户口的孖短水平 甚至某一旁的水平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反而你看回政府的资产负责票 很多国家就很有问题了 但是反而正常投资者是没有的 但是刚才我说 可能有些人喜欢这么多 因为我觉得有不同的人 可能我们的观众也很大反差 是 有些其实刚刚出来的 不愿不愿意说 他本金不是这么大的时候 不是说几百万 可能说几万 十几万 这些时候all in 其实 你未发达的人 在这个市场上 你当然希望市场越不好 然后你进入场 当他转身的时候 先说十倍 甚至乎可能crypto 有些机会是 可能被你赚到过百倍的利润 你才可以迎接到 你未来更加好的财富 就是永远 我们做对冲 或者做multi-assets是两面体 现在好差好差 反而可能是一个很好的 未来买入机会 我很有感觉 Dennis分享完这个对话 因为我有跟朋友 说过一段类似的对话 我不是想觉得 攻击五十岁以上 或者六十岁以上 那个年龄层的人士 是不同的感觉 是不同的感觉 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什么 我说其实现在 如果是 刚刚毕业员出来工作 或者像我们这些三十多岁 这些阶层 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我会这样想 就是因为你经历了一个大熊市 或者像你刚才你继续PE 都已经是历史性的 一些相对低的低位 会不会是下一波 需要发达的人士 就是在这一轮上找到一些机会 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要等到何时 但是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 譬如你现在是去到退休阶段 我说可能是六七十岁 有一些观众跟我说 其实他已经是长线收息 来过退休生活的朋友 他未必可以捱得过 这个这么长 我们未见到盡头的一个熊市 但是如果是比我们更年轻的 可能二十多岁 刚刚出头 才开始对股市有兴趣的人 说不定他们是可以迎来 一波大家叫做 发达上位的时机 就是在等着这个阶段 你怎么看呢 我这些纯粹是和Franc聊天的时候 得出来的一些想法 第一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年轻人应该不多 因为年轻的那一班 如果我知道还在玩的 你觉得是灰了 不是 一是crypto 一是自己玩program 玩得挺厉害的 就是他们会知道 怎样去迫API 去OpenAPI的平台那里 自己去用program 自己币住 如果我们做券商 都是做传统的生意 就是说叫大家低用 吸引其他的投资者过来买 那年轻人那一班 很少会因为单一的低用的原因 就是他没有一个平台 他一定要OpenAPI 他可以用到 如果不是这一堆 就是他当他自己对股市有些研究的 普通的投资者 就是好像我来读大学的时候 我来拿一些 十几万出来玩一下 那种现在比这样的市况 应该是核杂了 应该是核杂了 应该那种就真的不是特别多了 也就是 如果好像我说那种 他觉得他自己对股市有些研究 他可能做过不少back test work的 他觉得可以plug in 可以玩的 而那种他应该都多多少少 有些控制注码的概念 嗯 就短了那个框架 所以说波幅上来会大了 但是真正的向上的空间就不多了 嗯 那反而真的一定要耐性 是不是呢 不是 我记得是谁有说的 是谁 就是说如果你等港股三四十年 应该都还可以升 我说到这么长 是谁 我忘记了 是小胜贸教授 是不是是教授 哦 是学者界的 丁sir最近都好像说 你先拿六邮卡还是二万五 哈哈 那Dennis说不是 是什么呢 你说不是耐性的一个战斗 因为你要 就像刚才James 提出的那些 很多是用了program 就是变到他们的出入很快 甚至乎美股 你见上个月的单日转换 其实都是破了纪录 就是无端端可以有成千九剔向下 但是可以回到千九剔向上 也是破了纪录 因为很多program 变到你 周期快了很多 就是突然间跌了10% 甚至乎好像英国 其实我当是榜 你由低位都达了十几二十个% 就是一个 currency 是啊 很夸张 变到你 反而耐性你完全不动 可能都可以的 但是你要把一个低位 然后去吃一个玻璃 但是你不吃 你只放在这里 其实就 就是好像日本一样 你看到上年那二十年 它的股市 就是有波幅是没有升幅 就是会出现多了这个情况 甚至乎恒指其实也是 就是三万点的 range 但是金融市场 Exonics 还在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波幅 给你去玩 就是那个操作上面 就是好像刚才James提及 你去研究多些program 去行API 如果不是就要你 或者你控制自己的注码 令到你在恐慌的时候 不会低位斩了 当他没有事上来的时候 就已经无法了 你说到日本 其实大家在分析方面 都有个说法 就是因为大家已经很感受到 今次无论是sentiment 或者是大家在经历的状况 和过往的熊市 或者08年的熊市 有些不同 我们刚才都说过 震动期好像挺长 所以有机会 迎来的不是好像过往熊市 一个大的升周期 或者迎来一个转世的牛市 反而是我们会在低谷 经历一段颇长的时间 我见到有这一派说法 现在 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形容 就是熊市后遗症 很长的 未必是一个大反弹 James 你觉得机率高不高 我不知道 就是好像 算不上 就是好像很难计 我知道你说谁说 那个都是Docker Doom 也是吗 我记得有一派是这样 他觉得是前所未见的 一个大熊市 会迟到很久 就是好像日本一样 经历一个 其实我觉得日本过了最差 我反映 但是他们人家熬了很多年 我听完这个例子 就想 不是吧 就是我们香港港股 都有机会会是这样 就是我们基金 其实还有日本相关的做好期货 甚至乎印度的 因为印度我都说了一段时间 就是我挺体好整个市场 如果你看到印度的股市 其实它是接近高位 不是说我们现在 2005年或者2008年低位 它是接近有史以来的高位 就是大家喜欢可以研究 它的人口结构 甚至乎刚刚英国的首相 他也是印度裔 而他的太太甚至乎 甚至乎 他的太太的爸爸 是直接叫印度标基 就是最有钱的公司 其实深维成都挺特别的 而他也是一个很支持 是支持虽然的人 这方面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他重有 他是最有钱的一个首相 就是政客 然后他不懂偶狱 然后又不是喝酒 都挺特别的一个人 在英国来说 就是凭很多以往的不同 甚至乎他当年是有份 踢走Paul Johnson 就是变到他保守派 但是由于他太有钱之下 其实他的政策上 也都会容易被人打扰 就是你如果一顺利有钱那些 是令到下面 而且现在大家的民生都不是很好 就是很容易被人攻击 但是留意它是preferred crypto 而说到crypto 我想说进入了一个 我们认为可以看好的环境 就是一个时间点 就是我们已经增持相对上的crypto 就是特别是大那几个 如果你有留意一下 其实上几个星期之前 它的burn rate已经是多过它的supplier 就是说供不迎求 因为ETH转了2.0之后 它转了staking 这方面不说太多 总之就会令到它的supplier 就是整ETH出来的东西少了 但是供应如果维持到的话 那你就供不迎求 那ETH的介质就有机会上升 但是比特币就是没有的 没有这样的限制 它的supplier很稳定 而它最多也是这么多 因为两样东西 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当比特币是金 然后Ethereum是银 银就有它的商业用途 而Ethereum就有它的商业用途 但比特币是金得来 它是限制了有这么多就是这么多 所以我们觉得在那个时间点上 crypto其实应该要留意多些 和刚才James所说 有一帮新派的或者新世代 它们都依然很支持blockchain 和在crypto上 而如果统计大概遗产转成 可能2030年左右一大笔 这十年左右 是刚刚的财富转成 就是转到下一代那边 而那边做出来的审计 它们相信crypto比黄金更加大 为何两年我都有一个 中间我会转变 有些我会走 我依然觉得crypto比黄金好 而今次的战事上 我想大家也会看到俄乌 甚至乎俄罗斯要早些走钱的时候 它都是经crypto不是经黄金 这方面的方向我们没有变 这个当给大家做多个参考 如果你说真的散户的层面 我觉得它连股都不看的时候 很大程度这些比较新型的投资类别 它们就未必有太大的兴趣 但是James又说到新派 例如大家多了做program trade 其实整体的状况 的确和2008年是很不一样的 这件事也会不会做整个熊市结构的改变呢 因为当时不是那么多 你所说这些新派做交易的人 参与一个市场经历的熊市 和我们现在 会不会带来什么不同的改变呢 2008年那次我觉得是纯粹是运动的 由运动的去引申整个系统性风险 这次其实我们未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系统性风险 你看过FRA和OIS的传播 你现在都看到不是高得去哪里的 你看到欧洲那边的CDS 有些大行的CDS其实都跌了下来 那系统性风险好像暂时就未有显现出来 还有2008年之前的港股 如果你看过波幅的话 其实是比美股好多的 就是它是美股的放大beta版 就是升又升得多过美股 跌又跌得多过美股 所以在2008年未有跌之前 没有Bare Stearns 没有Lehmann Brothers之前 我想那些人对港股的投入程度是很高的 没有说中间有一些不确定性 令大家觉得 我可能先收一收手 不会好像去年7月 教育公司 教育类的公司 被政策限制住 就开始不断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零售投资者 在那里取钱走了 就不参与 未有的 2007、2008年那个港股的情绪 都还是很高涨很兴奋 所以过一波跌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对散户 的伤害其实更大 因为大家都不想着说可以跌得这么多 都不想着说我套现走多少 应该很多钱 很多的资产都还在里面 但是这次这波 我反而觉得对散户伤害 是比较没那么严重 就是要走的或者是见到细事 每一个阶段你都应该有人走了 很多不同的逃生门 开了给你的 其实这一波的跌势 跌势那么长 其实中间都开了不同的 一些event driven的门 让你带上去可以走 带上去也可以走 带上去也可以走 我想也很少有人去继续科网 又找一个时间点 由2020年的11月到现在 2020年11月就是买那堂东西 因为那堂东西之后大家都觉得 好像有些事情不太好 不像我们之前所想的 那样就开始慢慢走 由那时科网的天价 到现在科网的地板价 你都知道中间一定是不少人已经走了 所以这波我觉得对散户的购买力 未必是有很大的伤害 反而对基金来说 因为很多基金都一定要是 95%投资 5%人都可能嫌多会骂你 那这堆基金 我们都看到的数字 都知道今年的基金是挺难的 对于机构和散户 我觉得08年和今次是不同的处境 可能有一个分别 我想问 因为作为在观众或散户的层面 现在我们很难有一个时间点 或者真是一个原因 告诉大家 我什么时候会完 或者猜什么时候会完 我们要捱的这个时间 但是大家很喜欢想的 就是什么 万一我们不要猜什么位置 不要猜多少点数 不要猜哪个时间点 但是去到当时 我们意识得到可能就来见底了 或者真的有些反弹出现的时候 去选择什么资产类别也好 板块也别也好做部署 这件事怎样去做准备呢 是否可以现在去想 例如哪些板块过完这个周期 可能会是最率先反弹 又或者到期时 我们真的充足弹药的时候 可以向这个资产类别做准备 Dennis有没有这样想定 还是你觉得 都是要看回当时的市场情况 再去想 其实能源流去到到期时 可能不炒的 因为现在大家觉得能源流去抗跌 但到我们真的熊市牙圆的时候 相反 要沽就是沽了能源 那回到什么板块呢 是否要到期时 找一些新的周期 新的抗炼去炒 不再是电动车 例如是这样去想 都太快去想 都会不断这样转 因为 不可以这么快做准备 是的 但依然是你看到 好像刚才外资持下来的东西 其实反过来的风险是高一点 外资依然持下来的 甚至乎你看到刚才那些图 可能去到 我46页有北水外股 然后47页是刚刚这个礼拜 北水出入 你会见到当北水不喜欢的股票的时候 一沽的时候就更加危险 那些煤股其实今年一路做得挺好的 但你见上一个多两个星期 到北水都开始走的时候 你要更加避 但如果你说握些办法 其实就是如果好像ADMXJ那类型 依然是外资占比较重一点的时候 你是要小心的 但好像今天开始 国内可能中信集团 就直接和南非那边去谈 接了NASPA那些盘出来 开始如果有这些消息 有这些中资 真是接得到外资那一大堆货 即是见北水下来香港卖 是一路上升 一路上升 真的好像别人说接账那样接 即是上个星期破了新高 即北水下来香港 你买到一个程度 换手换到一个程度 去到某个位置 其实可能那个点是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但是如果现在去选择的时候 反而不要选择外资都还没走完的股票 去卖一个反单 因为但到某个位置 你就不断会见到有些沽空 或者有些人真的很小心点赴 股神比亚迪都摆下来了 即刚才一说 就已经是腾讯、比亚迪、几家 反而能源现在好一点 就是我记得半年前的神方 其实早上已经说了 大部分的基金或者很多 甚至阳务基金 或者再长线小的基金 他们的教育都放在科技上 变成要沽或一直缩下来的时候 科技是缩得更快 而占很多指数的比例也是 能源股那类型的占比仍然是小 但是在一个政治不稳定 甚至乎可能在世界大战的情况之下 资源是很珍贵的 那它的占比性 我觉得是会不断地提升 所以你说是否一定会被人沽下来 就没有希望呢 不是 但是我们也好像刚才所说 就是要多些动动 计划转可能快一点 就是可能两天就已经升了十几个百分比 但是你不懂呢 过多两天呢 又可能没有了 就是你要出入和新手要灵活一点 就是这方面财经知识 就是这份可能没有神托 但是都要大家继续增进 暂时 有没有什么提示呢 James 你又觉得 提示是哪方面 就是我刚才部署上面 Dennis说的那样东西 就是他说 就算现在熊市不知道经历什么时候完 但是看法上面 大家是可能会转得很快的 都是要立刻去跟 你如果去玩美股的话 我觉得swing trade 是之前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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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idity在每一个金融市场上 不管是股、债、derivatives、期货 其实全部都是很低的 低到一个 好像有的期货 就差不多五年以来的低点了 但是如果你去看债和股的话 就应该接近08年以来的低位 requidity 如果requidity一干 你看到option的停交又反而多了 你知道其实就很容易夹上夹下 你看到一个向一个方向 伏得太厉害的时候 你做反手 那可能就 单日里面就已经可以有一些斩落 都不一定 你已经试过太多次了 在美股现在intraday那里 去玩swing trade的话 是 那个transforming就危险了 在指数上的transforming trade strategy 其实是不太强的 可能港股突然间 弹了3000点 然后开始转入牛市 那时候反而就要小心一点 好像一阵美股 我们说十月有个反弹窗口 其实如果未来一个星期 联储机或者MC 可能再推上去的话 其实又已经进入一个危险位 大家要小心 但是个别的股票 就真的要好看回那个时间 这次我们可能不知道何时再出现 更加不敢被过估 但是 好像刚才说 如果你问我自己的心思 我觉得crypto是要有少许部署 因为它的upside是你猜不到的 反而好像刚才说 港股25000 我不知道何时 或者未估那些波浩 但是唯独是那些市场 或者有一些 永远一个新的牛市 就是要别人 你不是很熟那样东西 不懂那样东西 才可以炒到一个市盟率 突然爆起了 是的 所以你计算 risk error ratio的时候 当upside可以很高的时候 你不是可能 应该要放多一点 或者放一点 而去捕捉那个upside 因为你单线输了 都是这么多 而未来我们真的出现大问题 黑天乐的时候 我们单线真的不知有多大 就是没了 大家都可以没了 我不管你港股美股 都可以没了的时候 我不是应该看看upside 就是没事的时候 这个就是 给大家另一个观点 是的 我觉得这个叫Dennis 在我们休息期之前的一个 最后的温馨提示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最后的心灵鸡汤 James又觉得 我们怎样 因为今天就是10月最后一天 其实我们今年只有11和12月 所以我也想选择在这个时间休息 最后可能去过小旅行 放松一下心情 因为毕竟我们来到10月 大家 今个月埋单的数 一定都跌2千多点 所以应该是没有计错 就跌跌 第四个月 最后是经历 估不到真的股座月 又成真了 所以James 你又觉得我们 剩下今年的时间 大家 抱着什么心态去过好呢 迟形保态 还有我这段时间 还可以迟到刑吗 我们真的可以迟到刑 迟到刑 我就觉得那些人 应该不是很受伤 应该都是 哪些人 你说哪些人不是很受伤 就是散户 应该不是受伤得那么重要 中间应该不断有撤出 所以我好像之前说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好像2008年那样 一和跌下来 或者2015年更快 那种跌下来 就是那些人又要破产 又要 今次大家只不过是心淡 我做迫上官 跳楼 是的 我网上人 都没排队 是的 我根本不是 请人 是的 所以你还是 其实有乐观因子在 我们自己本身 就没什么怎么就伤 就是说真一句 但是 这个游戏是越来越难玩 我这一段时间 都不断去问自己 一个问题 我想不想去继续 去付出那么多 在这一行里面 你去到这样 这个熊市充击果然很大 也不是只是熊市充击 其实你不说我们走完就 现底反弹 是吗 如果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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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湿水疲劳 去到一个阶段 是吗 我已经很多个月没有休息过了 中间有搞些公司东西 然后不断有问题出来 继续去解决 所以真的 为何穿这套衣服 趁这季度 快要休息 这个主题 因为你都很想 我真的很想 大休息 很想休息 但是 我想上个星期 应该是这一段压力最大的 这几天 算是几天 其实之前 之前有一段时间 都是压力大 但是大到 晚上都睡不到 三四点起床 就这样起床 坐在那 你和我说我们睡不到 也睡不到 那我上个星期 我都自己沉添了一下 我问我自己 究竟想不想在这一行之中 究竟想不想援这个 这个现有的这个姿势 这个姿势可能都会变的 那 那个答案就是 我还是想的 就是我都未认输的 就算多辛苦都好 你不要说我已经 投资了多少时间 在这一行 但是 我都是觉得 香港这个市场 是继续着 不会这么快 就会被 就是之前都和大家分享过 被其他地区性的市场所追待 是 我觉得继续着 会有些机会 我现在未是放弃的时候 所以我也觉得大家 可以每一问这个问题 问自己 我不觉得是有一个 确定的答案 你选 我想离开这个市场 或者你选 我未想认输 我想留在这个市场 我觉得都是 可能是对你最恰当的一个答案 至少有反思的时间 是的 和自己思考的机会 是的 趁这个时间去想一想 我也觉得 我暂时是有一个答案 但是当然 我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我受不了 我才跟大家说 没有啊 我又让你休息了 暂时去休息 有这个问题 问回自己 然后你可以找到 心底里面的答案 我觉得是一个 挺好的一个时机 因为在市场一路升上去的时候 你是绝对不会 问自己这个问题 是的 没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 是 那时候可能大家 不是 我们都在赚钱 是的 就是外部环境 加上经营的环境 都可能逼着我们去 去审治一下自己的内心 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 大家都可以做一些同样的动作 上次 Tennis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都会 我都很期望一个休息 我想下年 你都想过 你这么正念 正向积极 你都想着离开这个盘 没理由再去 没说离开 不是离开 是要少休的 说真的 起码两年多 没有去过去的旅行 现在的机场 人们拍照过来 都很陌生 是的 但原来都还没什么 可以寄存行李 是的 就是多少磅 那些全部都忘了 是的 我想下年 我都会去旅行休息一下 但短时间 但不是说离开的时间 会不会觉得自己的技术进步了 经历完 其实你是在经历 你踏入这个金融市场以来 从来没有面对过一个状况 其实也是我喜欢这个市场的原因 某程度上 你是会不断地学到不同的新东西 我很怕闷 就是会不断地学到不同的新东西 接触不同的事物 以及面对不同的挑战 其实这一行是需要有这些条件 但是 当你长时间没有休息的时候 都是会累的 那你平衡回 就像刚才所说 就是你去 不要花太多时间 在你控制不到的东西 或者中间有些休息 就可以平衡到 那我们希望是 以及 多些团队 就是有JAMS 现在我们 未来都可以再增添多些团队 多些人的话 你就可以把目标走得更远 是 就是路可以走得更远 去分担了 是 是 我本人的感受 真心想给掌声 就是两位 不是说特别很想说 要帮他们什么基金宣传 不是的 不是说有这些特别的私心 但是我觉得见到他们的成绩 你也看得出 他们一定是在这个熊市当中 有做了很多事情 很努力去保持着这个局面 其实今年也很难捱 我相信大家 不要当大家是一个竞争对手 希望大家一起经历完这个熊市 齐齐有钱 找这个是最开心的 甚至跟股民一起 所以我都很开心 你们暂时都可以维持着这个成绩 所以我们的take a break 不是说要觉得 因为市场太差了 要离开 但我很认同两位的说法 就是有时候你要思考 你每天都是这样的市况 我都不想每天在节目当中 宣扬一个大家看什么位的情绪 究竟 低位好像越调越低 每一个月我们两万到万五万 五万二万二万二 之后就要看海啸底 我就觉得大家可能沉变一下 再出发又会有一个新的希望 所以我们今天想着用一个 纷纷的dress code 来迎接我们短期之内的最后一集 我常说不是跟观众说一个告别 因为我们是随地不知道用什么形式 用什么时间 用什么方式 又会再出来跟观众见面 所以今天很感谢JD 跟我完成这集 因为我特地找两位上来 我觉得我们这个组合 在新频道也带了很多不同的 新的思维模式也好 节目方式也好 给我们一众的观众 所以大家仍然有机会可以见到我们 因为我也有跟幕后说过 其实我们只不过是没有了一个惯性的形式 和大家见面 但说不定我们年底 大家可能 take a break Dennis仍然都每一天很努力 帮大家操住那本的时候 我们年底又和大家回顾一下 不是看like数吗 通常我见大家都说 不知道多少个like 就是出现了 是的 或者是多少个share 就是借票场 所以我们就随时 真的很free地有一个机会 比如年底又和大家跟进一下 甚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JD课程 在新频道上就很出名 我和Dennis之前也有说过 你说硬要给一些部署大家 其实我认为意义不是很大 不用说一定我们的课程年头 要和大家见面 一定每一年的年头 要和大家见面 不一定我们有一个合适的时机 开始要帮大家 多了大家需要这些指导课程的时候 我们才再重新出发 再出来和大家见面 所以有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今集和大家做完之后 我发觉原来不单是我要休息 两位其实都很需要休息 所以不是一个告别 但也很想大家分享我们 这么久以来对于神Talk 对于无论是其他嘉宾 对JD或者对我的感受 都欢迎大家透过这一集节目 留言告诉我 或者可以回到我的IG 因为我特别跟网友说 大家平时还可以在不同的平台见到我 甚至我们都在谈论 遲些会客串 有时候上回来的 最后有什么说话 和神Talk支持了你们 都很久的观众说的 JMS 多谢大家 我们和Season 都在这个节目结完 经过这个平台 都和大家去结完 都很庆幸可以大家都听听我和Dennis说的 我们都带到一些 可能我们自己看到的 一些比较insightful的东西给大家 这个和大家都给面子 虽然我不看平论 是的我正想说 大家以为reach不到他 虽然我不看平论 但有人会告诉我 上次去维康买东西 都好像是不告诉你 是的 还有很多人会认识我 就是会告诉我 因为他们大家未必reach到 你知道你未必会看社交媒体上的平台 是 所以都多谢大家 这么看得起我们 都是这么说 Season 我们都可能会 还有其他在这个平台 的ocasional的合作 嗯 都可能在其他平台 其他的节目 我们都可能有其他合作 都应该可以reach到大家 嗯 Dennis呢 Dennis少点想来 但是大家对你的评价都很高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支持 因为自己其实不算是一个 好presentable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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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要进步了 你现在要进步了 但你又不是真的很多平台 看到你又真是真的 还有你又不是真的很多时间 你始终都要做你的份内事 去操盘 所以如果神托不出现 其实我应该都会 再少一些在公众会看出现 应该 可能自己的频道 可能就会和一些学生聊天 或者其他事情 但是 都是啦 希望可能下年有少少的休息 可能这段时间也未必太多节目 但是就很多谢大家的支持 就是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分享 以及记住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所有的问题 是的 最重要 因为很担心 其实下年 即将来的楼市可能都会中多些冲击 是的 就是负资产 其他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 大家要有充足的防御去避开这些问题 不要影响到正常的生活 是的 正如今天我们对大家的呼吁 只不过我们是在休息一下 而不是叫大家不要看股市 大家仍然是要继续去望实 股市是进展 就算不是自己出出入入做一些部署 但其实呢 都是要留意着整体金融市场的变化 等待一下 等待一下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惊喜给Seesan 就是 有些什么 用了他休息 好 开心 我第一岁 我刚才第一岁不久 不是第一岁 谢谢 谢谢,我以为自己生日了 其实需要什么呢? 不用了,我们心中有火,其实对港股仍然有火 我们这个预议,好多谢JD送给我的礼物 希望可以好像港股保持我们今天的心情 都是愉快的,聊天,所以我特意 其实我们最后一集没有设计或内容去说些什么 我真的很随心想起什么 当然Dennis很好,也预备了很多功课 甚至有些power point去支持我们说的东西 但我们也是想在最后一集 虽然说了港股一些比较弱势的因素 但其实我们听得出我们心里面都是乐观正面的 虽然James有点累 多谢大家,多谢JD的礼物 我们也多谢神Talk或者新频道 我又不能说这么多年 这么多个月以来的观众的支持 因为我觉得社交媒体的生态是这样的 不是一定要一个节目做到十几十年 才是在观众心目中留在一定的位置 因为不同了,当然我现在也有做电视台的节目 但网台的生态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是真是耐不耐要推荐出身的 我自己通常做死了一个节目 过去一年之后我都会觉得是时候要转变 或者开始会有点悶 所以我很开心就是JD 我和JD说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们一开始已经很支持我们 因为我相信James心里也很想放一个休息 所以说不定 我们看看有没有天马行空的想法 都其时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JD 我们有机会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